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,有一段传奇般的故事始终激起后人无尽的遐想,他讲述的是一位秦朝的将军,他的名字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谜团,这位将军不仅经历了秦始皇的霸业,还见证了汉高祖刘邦的崛起,最终在诸多英雄辈出的年代中成功继位,成为帝王,其名字妇孺皆知,却又充满了无尽的悬念。 这位将军,他是如何在秦朝末年的动乱中保全自己,又是怎样在汉朝的建立之初,巧妙地游走于权力的边缘,最后又通过何种手段和智慧? 从一个普通的将领,蜕变为异国之军的司马懿,历史上的熬夜达人,名字听起来就有一种厉害的感觉,他不仅熬过了曹操,曹丕,刘备,孙权,诸葛亮等一众大佬,成功奠定了三家归进的局面,还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智谋。 但是,要说能熬的人,还有一个比司马懿更强的存在,秦朝名将赵陀,赵陀,你可能有些陌生,但他可是一个真正的能熬者。 他既成功熬死了秦始皇,汉高祖刘邦,旅后,汉文帝,汉景帝,还建国自立,成为了南越国的第一任国王,在他的统治期间。 他一直强调发展百越地区,保护汉民族,并与汉朝保持良好的往来,要说起赵陀的熬夜史,得从秦朝入手。 当时的秦始皇雄心勃勃,不满足于灭六国建立了秦朝,还想向外扩张,于是派出一支众多的大军攻伐百越地区,赵陀作为副将,跟随主帅图虽一起参战。 然而,百越地区的阅人并不甘心被秦军统治,纷纷结盟抗击,秦军遭遇了巨大的失败,主帅图虽战死沙场。 为了维护地区稳定,秦始皇决定派遣赵陀驻守潘渝地区,以防百越地区继续叛乱在潘渝地区。 赵陀展现了出色的才能,他在南海郡担任都尉一职,负责维护地区安全和发展经济,后来,秦朝又在百越地区设立了桂林郡和象郡,而赵陀则安心做起了龙川县令,他充分发挥地区的战略价值,加强了与汉朝的经济和文化交流。 所以,赵陀的能熬之道,在这里就可以一窥端倪,他打破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,专心发展百越地区,保护汉人和他们的利益。 然而,当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后,赵陀面临了新的挑战,刘邦是一个极其权力欲强的皇帝。 他对于任何可能威胁他的存在都不容忍,南越国作为一个未经他册封的国家,自然是他的眼中钉。 刘邦不仅不承认南越国的存在,还封给了长沙王吴瑞南海郡、桂林郡和象郡,准备借其之手解决赵陀。 然而,赵陀和吴瑞都是老油条,谁也不上当,吴瑞尚书表示实力不足,请求朝廷出兵。 赵陀直接表示愿意归附汉朝,做汉朝的藩属,刘邦无法对他们下手,只得同意了赵陀的请求。 随着汉朝和南越国的和好,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发频繁,汉朝向南越国推广先进技术。 南越国也为汉朝经济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,然而,吕后继位后对南越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,吕后心胸狭窄,对别的势力都不放心, 更别说远在百越地区的赵陀了,他下令禁止向南越国出售物品,尤其是铁器,这一举动严重影响了南越国的生活,赵陀多次派人前往汉朝抗议,但都被拒绝了。 赵陀对此愤怒不已,他放下狠话,表示吕后会后悔自己的决定,吕后听后大怒,派兵征伐南越国。 然而,汉军在百越地区遭遇了土地和气候的不适应,再加上赵陀的军事才能。 汉军屡次被击退,赵陀趁机宣布不再臣服于汉朝,自立为南越国的国王,吕后对他束手无策,汉朝内部也不得安宁,只能任由赵陀发展。 赵陀以南越武王的称号继续统治着南越国,他大力发展百越地区,推动了越人与汉民族的融合,传播汉朝的文化和技术,为南越国与汉朝的和谐奠定了基础。 新朝代汉朝应运建立后,刘邦意识到这个突然崛起,富庶强大的南越国,很可能对其统治构成某种潜在威胁,必须设法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,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。 为此,汉高祖刘邦派遣新副大夫陆甲,出使南越,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南越国变为汉朝的附庸,陆甲此次出使十分成功。 他巧言善变,很快就取得了南越王赵驼的信任,说服赵驼承认汉朝的宗主地位,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。 此后一段时间内,在陆甲等汉朝使者的调停下,南越国与中原维持着大体和平的关系,中原的先进技术,文化和思想也通过这种交流,开始对百越地区产生越来越深的影响。 然而好景不长,在吕太后专政的时期,汉朝使者的态度开始转变。 为了防备南越国的野心,他们突然断绝了对南越的武器和铁器供应,这无疑是对南越国发展的一个沉重打击,直接削弱了赵驼多年来辛苦建立的国力。 面对汉朝使者们此举,赵驼勃然大怒。 他认为,这是公然对一个独立国家内政的干预,汉朝这种强盗般的行径势必会破坏双方的关系。 于是,南越国开始与汉朝采取对抗态度,南北关系一度降至冰点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文景之志的开展无疑是一个转机,汉文帝即位后,对南越国的态度转为友好。 他重新开放了武器和铁器的贸易,还派出使者前往南越,希望修复两国关系。 在文景君主的推动下,南越国最终放下戒心,重新承认了汉朝的宗主地位。 然而,这样的和平相处能否长久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中原汉朝国力日益强盛,野心也越来越膨胀。 而南越国内部,则面临着异族内斗和权力更迭的问题,这两个矛盾的趋势,必将再次导致南北关系的调整,乃至对抗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流逝,汉文帝去世,汉景帝继位,赵陀的熬夜能力也被逐渐耗尽,在汉武帝登基后的短短四年后。 赵陀走完了他漫长而辉煌的一生,他成功熬过了秦始皇、汉高祖、吕后、汉文帝和汉景帝,为南越国与汉朝之间的和平发展,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赵陀的长寿和他的能熬能力真是令人称奇,即使放到现在,没有几个人能够活到百岁,更不用说在古代的艰苦条件下。 司马懿可能在面对赵陀的能熬之道时,甘拜下风,自叹不如。 果然,在赵陀去世二十五年之后,汉武帝刘彻登上地位,这个雄心勃勃的君主,一心想要彻底统一天下,将所有处于汉朝统治之外的区域全部纳入版图。 南越国自然成为其势力扩张的首要目标,为确保计划的成功,汉武帝表面上维持着友好, 暗地里却开始积极备战,他派出大批间谍潜入南越国,对赵陀的继任者赵陀进行长期侦察,在完全摸清南越国的虚实后,武帝果断出兵,展开对南越国的征法,面对汉军的猛烈进攻。 赵陀作为新任君主,显然无力回天,其军事素质和统帅能力远不如赵陀,很快就在战场上落于下风,汉朝大军所向披靡。 南越国的各个城池和军事要塞接连沦陷,赵陀被迫投降。 标志着南越国与汉朝长达几十年的拉锯战终告一段落,战后,汉武帝在南越国故地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制,其目的无非是彻底同化这里,防止类似分裂势力死灰复燃,汉朝的语言,法律,政治体制都被引入南越故土, 南越也由此真正融入汉朝的版图,成为帝国侠域的一部分,综上所述。 赵陀的南越国,从诞生到灭亡的全过程,是一次真实的历史缩影。 它折射出不同政权之间无尽的权力游戏,也仅是后人,没有足够国力做支撑,一个政权想要长期立足并不容易。 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,值得每一个执政者时刻记取,尽管赵陀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争议之声, 但无可否认的是,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,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深远的影响, 他的智慧、勇气、毅力和胸怀不仅为岭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,这一切都让南越飞速发展。 可以说,赵陀为了让南越长久的发展,做出了许多努力,当时的南越人和中原人,不论是文化还是习俗上,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,为了消除这一差距,通婚成为了最快的方式。 南越王的王室则是带头和南越人结婚,在这样的情况下,中原人和南越人才更加融合,而且赵陀要求必须要尊重南越的风俗, 他主动用南越人的方式称呼自己,还穿着南越人的衣物,作为一个皇帝来说,赵陀的表现完美,而且在他的统治之下,整个南越都迸发出了向上的精神,而且赵陀作为一个古代人,他的寿命实在是太长了, 根据记载,赵陀一直在汉武帝登位的第四年,才安然离世。 想念一百多岁,在古代人平均寿命不过四五十岁的时候,他便如此长寿,而他的后代只传了世代,便被汉朝所灭,从此南越国也彻底消失了。